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正常發揮頻道召集義勇軍 一起加入 時常發揮的支持力量 正常發揮的最佳觀眾 如常發揮的忠實粉絲 超常發揮的鐵桿盟友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一起召集親吻好友加入 成為正常發揮各級堅強的鐵桿盟友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 不會被消失 戰爭繼續升級 我們回到戰爭 回到戰爭 暫時回到戰爭 戰爭繼續升級 那升級到底是什麼 昇華戰 核戰嗎 好來 今天有這個消息 說這個所謂的普丁坐機 就是他的空軍一號 包含這個俄羅斯的末日核戰術 就是末日飛機 兩架飛機都起飛了 說是有這個航空迷 在這個航航機軌道圖上面 看到俄羅斯有二十幾架各式的特種飛機 都往俄羅斯的東南方移動 這就是普丁的這個空軍一號 航空明報料說 從二十二架特種機 集體飛往俄羅斯的東南方 好那是不是 代表要發生什麼大事呢 好那再加上 3月19號就有新聞 說這個普丁下令要來進行 核戰的疏散演習 而且是來自總統的指令 好說不久的將來 他們都將獲得參與核戰 這個疏散的演習 好這兩件事情 讓人有那麼一點點的不安 好再加上來 拜登現在告訴大家 第一個 我沒有辦法 這個 對付基因素導彈 另外他也提到了說 普丁正在考慮動用 化學武器對付烏克蘭 他說好這不是開玩笑 是普丁已經準備要去做 那如果普丁做的不只是核戰呢 好有這個前國防情報局的特工 他告訴我們說 美國似乎還沒有 為了這個普丁 使用核武的可能性 來做好準備 而現在美俄的關係 是不是在所謂的破裂邊緣 或是斷交邊緣 來3月16號 罵普丁是戰犯 俄羅斯克林姆林宮回覆說 無法接受不可饒恕 拜登再加碼 普丁是殺人獨裁者 徹底的惡棍 俄羅斯外交部大嗆 美國說 美國總統這種國家級人物 不應該出現這樣的言論 很糟糕很爛 是把美俄關係推向破裂邊緣 3月22號 普萊斯直接嗆說 聽到一個出動十多萬部隊 發動大規模屠殺 襲擊平民城市的國家 既然高談所謂不當言論 真是可悲又可笑 雖然說是打嘴炮 但你有看過美國跟俄羅斯 這樣打嘴炮嗎 破裂斷交 接下來難道是開戰嗎 我覺得這個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 你在自打臉嗎 對 你不是也出動十幾二十萬部隊 也不是襲擊平民城市 而且襲擊多了 而且你幹的事情比俄羅斯多好幾倍 多了 請問一下 那你不是常常在罵別人不當言論 所以我也不知道這個人到底在講什麼 反正美國人忘記自己講的事情是很正常 那我比如說這個二版空軍一號這個東西 它當然有這個東西 據說它有試駕 但是你說 改裝費用10億美元 我覺得這真的太誇張了 他們到底知不知道10億美元是什麼樣的概念 可以買幾架 你知不知道 全世界最先進的F22戰鬥機 當初造價也不過一億出頭 現在當然更貴 但是因為很久沒造 如果現在再來造的話 可能要兩億多吧 兩三億 10億美元什麼概念 你到底要改裝什麼東西 你這上面全部貼黃金是不是 不然的話 飛機很重 你全部貼黃金可能飛不起來 飛不起來 相賺 所以這個 我覺得 不知道就不知道 去講這個東西 你們到底從哪裡得來的消息 你覺得這個 拜登的說法是真的嗎 我覺得 因為這種看起來是要親口說的 是 拜登常常親口說的 可是這就跟印度神童一樣 他說中的時候你都會記得 他說不中的時候你早就忘記 就是這樣子而已 對對對 好像可以 拜登從上任以來到現在唯一說中一句話 就是說普丁會開債 對 而且日期還錯 是啊 實際上就是這樣子 他其他話幾乎都錯 對不對 那但是你都不記得 就這麼簡單而已嘛 所以我覺得 你看美國 包括西方的媒體 從 2月24號開打以來到現在 他們一下講普丁快要崩潰 一下講普丁快死了 一下講普丁要丟了空鴨蛋 一下講普丁要丟白鱗蛋 什麼都講啊 那請問一下 到現在實現幾個 對 好像不是頂多啦 對啊 所以 我覺得 現在就是先講先贏嘛 反正我先講 到時候 有沒有再說嘛 對啊 有的話就是我中 沒有你也不記得 是啊 而且不要忘記 其實誰先指控說要 用生化武器 是普丁先指控美國要用生化武器 就是那個 那個 實驗室嘛 生化實驗室嘛 所以現在 雙方就是在那邊互相扯嘛 那反正 對罵沒好話嘛 我覺得聽聽就好 可是你說 他會不會真的 考慮要動用核武 我個人覺得 是有可能 是有可能 我昨天已經在這邊講過一次 我再講 也就是 如果單純只是對付烏克蘭 他不可能去動用核武 他沒必要 他用傳統武力就已經夠 可是 如果是 針對整個北約跟美國 對他施加的壓力 我覺得 不無可能 真的不無可能 因為你看美國最近動作越來越多 那美國好像很想趁這一次 把俄羅斯感覺 那當你要不要感覺 如果俄羅斯真的被掐住喉嚨的時候 普丁會做出反擊 我覺得一點都不意外 嗯 因為大不了 魚死往破 對啊 就 寧為魚雖貴瓦全嘛 全世界大家都陪進來 是啊 反正 反正我要死 你們就跟著一起陪葬好了 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才會出現這個所謂的 這個末日戰機的這樣的一個調度 其實他這個調度 當然並不表示他就準備要動用核武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表示我有在做準備 你美國不要來弄我 你弄我的話我會立刻反擊你 我的部隊是隨時都在等著打核戰爭的 那你有沒有這個準備 而且集體網都能把這個真的很不尋常 他就是在告訴你說 我已經在做這樣的眼淚 就算你北約要真的跟我來核戰爭 我也不怕你 嗯 其實這是一種嚇阻啦 在我看來是這樣 就是告訴你 要玩真的就來玩 我普丁沒在怕 沒有在信道的 那美國有在準備要這樣玩嗎 我不認為美國想玩到核戰爭 我也不認為這世界上有哪個人 真的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 嗯 所以你說美國沒準備 我覺得準備了又怎樣 能怎麼準備 像那個 我覺得真的可能沒準備 因為沒有人會想得到 會演變成這樣 像那些戰爛片一樣 真的就 跑到那個下沿山那個基地 然後就躲在裡頭 就這樣子而已嗎 那接下來怎麼辦 人類的未來怎麼辦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大部分這種好萊塢電影 面對大散彈 人類基本上是沒有準備的 不可能準備嘛 大家根本沒有辦法料想得到 你知道嗎 你想想看嘛 你一個像電影裡頭演的 要一個能夠容納幾 我們不要說多幾萬人 然後能夠在裡頭生活 十年二十年 請問一下 你光是維繫那個裝備 你要花多少錢 明天過後 有一個諾朗方舟 說要十億美金上得去 那我們等一下就等死好了我們 對啊 我們哪有十億美金啊 你一般人 我跟你講 你想想看 假設十億美金才能上去 就根本不會出現 明天那個電影 那電影那麼畫面 一大堆人排得上去 怎麼可能 全世界拿得出十億美金有多少 你告訴我啦 怎麼可能 對不對 所以這些都電影演演就好 那可是你看 最近真的我現在越來越擔心 會插槍走火 你說 俄羅斯戰機到底有沒有進入波蘭 我覺得不無可能 好像是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昨天才講過 靠近白俄羅斯跟烏克蘭邊界的 國際資源軍的基地被轟炸 對 那誰轟炸了 俄羅斯人轟炸了 那那個地方其實離波蘭也很近 不小心就屁股甩一下 那戰鬥機這種東西 有的時候我搞不好 因為現在國際資源軍 他的基地一定盡量能夠貼近波蘭 會比較安全 對 而且物資來得快嘛 那你越貼近波蘭的話 我大概越打過去 那我走有一天我會越界嘛 這很正常嘛 沒錯 難免都會越界嘛 所以當越界的次數一多之後 難保不會出現什麼狀況 誰也都不曉得 因為在這種建法奴章的時候 所以你說會不會這樣一觸即發 是有可能啊 不是沒有可能啊 那你說美國最近還送防空導彈 當然這個消息目前美國沒有證實 他送了一個導彈也蠻趣味 他送的是1970年代的導彈 我查了一下那個導彈 SA-8R剛開始生產的時候 比我年輕兩歲 我兩歲的時候做我的飛彈 OK 那那個飛彈在現在來講 真的是很落伍的飛彈 他雖然後來有經過一系列的改良 但是以現在來講 也發揮不了什麼戰力 但是這是一個象徵意義 表示 因為美國取得管道兩種可能 一個是從踏槍地步 另外一個就是從這些 投靠北約的這些國家 這些前華沙公約的國家拿過來的 美國一直不斷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不斷在刺激俄羅斯嘛 告訴你說我一直在對付你哦 那當你這個態勢 持續這樣做的時候 說真的雙方 互嗆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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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 這很兇耶 哪一天哪個家要發神經的 比如說俄羅斯假設 僱用一個中華民國的士官 可能就一個飛彈出去 然後大家就結束 打到漁船 所以真的 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真的希望趕快結束 因為再演變下去 我相信全人類都不樂見 因為這次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